殭屍 一種嗜血咬人 跳來跳去的妖魔鬼怪 在高雄治坎 竟然傳出有殭屍出沒 相傳民國55年左右 一位開雜貨店的理性村民 死後葬在墓園的一棵榕樹下 葬在榕樹下 會有什麼怪事嗎 直到當地一間媽祖廟 某天夜間出巡時 經過這座墓園馬上給了指示 直指問題就出在大榕樹下 李家的這座墳 殭屍原來出自李家 但開關畢竟是大事 一開始李家人也是半信半疑 不過想一想最近真的 隨時不斷 加上媽祖又有指示 最後同意開關來看看 屍體不但沒有腐爛 甚至指甲 牙齒還長長了 不得不趕快處理 在那裡還要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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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民族裡確實有這麼一說 祖先死後一旦失變 可能會迫及後代子孫 不過以科學的角度來看 一連串的失變行為 都是有機可循的 在乾燥後太潮濕的空氣裡面 不適合細菌的繁殖 導致於說你外面的空氣 細菌進不去 它沒有辦法氧化 屍體千年不符 科學可以解釋 但死後竟然還會長頭髮 長指甲 這又該怎麼解釋呢 所以是萎縮的關係 對 深厚的世界難以虧視 若非親身經歷 很難對外人說明 只有參與過的里長和村民 對於失變一世 仍歷歷在目